五一三排华到现在过了一个月 有将近十天 差不多一个月呢 有一个礼拜左右 那么过去呢 对很多人来说 曾经是一度的新闻 你可能遗忘了 可是在当地投资的台商 回去满目苍蝇 他面对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布局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在越南最重要的两大台商 都已经做出了决定 最著名的是保存协业 保存协业呢 本来到越南去 为了是分散 他原来在东莞的投资 东莞呢 前一阵子保存协业出了事 但是更早是因为 中国大陆大涨了工资 所以为了分散整个工资的风险 于是撤到了越南 这一次保存协业没有受到攻击 但是保存协业也开始考量 越南是不是他最重要的 唯一的 也是最大的投资地点 所以他已经宣布 不会再扩充他的产能 也不会再增加他的生产线 下一个考虑的点 是到缅甸去 这是台商制造业 可以说是苦行之路 另外一个是台硕的钢铁厂 上次受到严重的破坏 那么台硕呢 负责人王文渊也明白了 表示既有的投资 既有的厂会造走 但是未来的投资 就会神圣地考量 越南513排华暴动发生至今 转眼已满一个多月 然而40个日子过去了 台商不但受创的心情难以平复 部分厂商更因为灾情太过惨重 全面复工遥遥无奇 它砸到楼上去 到楼上了 这真的比土尾要土尾 还在冒烟吗 有 还在冒烟 还在冒烟 采访小组5月15号 走访平洋省新加坡工业趋时 这家暴动当晚 遭到暴民纵火的台商 美生服饰辅料公司 勤腿的厂房像是经过爆炸 仿佛随时就要坍塌 车内几个人直挤眼前的景象 惊吓之余 只能挤出同一句话 如今美生厂房根本无法重建 目前仅能另租土地 但新厂规模小得多 每天担心客户流失 业者满腹无奈 原本投资条件相对稳定的越南 如今成了一个大地雷 一向保守低调的 全球制协业龙头宝城 便开了第一枪 该集团在6月17号的股东会上宣布 为了分散风险 集团近期决定斥资1亿美元 在缅甸首都阳光附近设厂 预计2015年投产 和越南厂将有互补作用 而越南厂应该不会再有大幅投资 宝城旗下位在胡志明市的宝园鞋场 其实在暴动中手上轻微 近停工了两三天 但龙头业者做此宣誓 象征意义不言可遇 一场大雨冲刷 平阳省神浪工业区的脚踏车坐垫大厂风鸣 爆明纵火焚烧后的厂区残骸更显凄凉 暴动满月后 中天新闻6月13号重返现场 得知丰明厂区的大火 虽然在暴动三四天后扑灭 但置放PU和塑胶原料的仓库 小火苗不断复燃 持续闷烧到这天下雨 才终于熄灭了 这个地方是生产的车间 经过大火之后 把所有的生产设备 原料半成品 全部都是烧毁的 像这个 你看我们机器都已经烧到 整个是浇黑的 那那边的整个生产线 整个烧 本来那个生产线的高度是 比人还高 大概有一米八 一米八的高度 现在整个都烧到塌下来了 连来进行鉴定的建商 也忍不住惊呼 钢筋水泥的厂房 竟然烧到钢筋都融化了 导致厂房塌下来 火势之大 稳度之高 可见一斑 这个你看 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怎么都穿了 这个是 这个厂 没用了 再来一次 原本是全球 十大自行车 坐垫制造厂 如今已面目全非 只剩断缘残壁 蔡文睿估算整个灾损 超过一千万美元 这厂区已无法复原 只能拆除 虽然心情沉重的无以复加 他目前并没有撤离越南的打算 都是在当时 在越南 拿着一个包包过来 虽然这次被烧毁这么严重 我在想 其实我还有个包包 这个包包 比过去的还要大 在这边有很多的资源 有很多的关系 有很多的供应面 所以也有很多的员工 所以利用这个资源 我想要重建起来 还是有机会 但他补充 如果再有第二次 第三次暴动 台商绝对会有后续 减资或撤资动作 目前大家正惯望 越南政府的态度 以及台湾官方 在谈判桌上的奥元 平洋工业区 因为灾情较惨重 复工情况不尽理想 越南另一个台商重镇 同奈省相对较幸运 台商商会 同奈分会会长 简志明表示 同奈省和越南政府沟通管道 比较畅通 因而5月16号 复工率已达8成 19号更达到9成5 只剩少数几家 受损较严重的厂商 仍有待复原 我们在暴动后 专访了台湾商会 同奈分会会长简志明 他当时便表示 这次的暴动事件 台商心理上 受到相当大的惊吓 当初很愿意放手 投资的台商 现在恐怕会停看厅 因为他必须要考量 整个政治因素 是不是影响到 我的经济因素 你的经济因素 是不是影响到 我的人身安全因素 是不是也有罢工 来去争取他更多的权益 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正结点 不过台商来越南发展 历史已超过10年 在技术 资金及管理上 都有优势 以放置业来说 越南已是台商 全球供应链的 关键枢纽 卫星工厂也陆续 在邻近地区设厂 不少老台商 已在越南驻扎生根 撤资谈何容易 6月中旬 监会长受访时重申 越南身为TPP和RCEP 两大自由贸易协定的 黄金交叉 外资依旧看好 此地的商机 以越南这个投资环境来讲 从TPP或是RCEP 的一个角度来讲 你今天你不来投资 一样会有很多的外资来投资 像说我们举例 韩国三星 它就在投资10亿美元 做它第三座的一个 电子厂的一个方式 那我想这个环境点 不管它是在天然资源 人力土地各方面的情况点 其实台商很难再找到 另外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再做一个 垂直水平整合的一个区块 投情况就好 然而悬在眼前的棘手问题是 究竟该如何善后 台湾驻越南代表黄志鹏表示 统计共有408家台商 在513暴动中受波及 其中25家受创严重 粗估损失金额 介于2到5亿美元 台越双方已进行了首次协商 台商希望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诉求 以越南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来看 恐怕不大容易 台商还在等待 越南究竟会拿出什么具体赔偿计划 干杯 同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